这周有个很大的瓜 根据大纪元以及一众自媒体的宣判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跟一个双面女间谍友人 在美国是小小刚 这种内容是自媒体最喜欢的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到什么脑子 也不用花时间查资料 随便扯一扯就是一期视频 俗称水视频 你岛哥会做这种事情吗 当然要做了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现在咱们祈祷的 就是在我这个视频做好之前 秦部长千万别突然又出现了 在做视频之前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我的邮箱 又去问了问一些比较可靠的信息源 很可惜 都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 你岛哥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V 觉得非常汉颜 为什么我就不如其他的自媒体 消息那么灵通呢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去女主角傅小田的微博上 稍微逛了逛 还有她的疑似Instagram小号上看了看 我估计按我做视频的速度 等我做完的时候 前因后果 大部分观众们已经摸清了 所以我就很简略的 把我知道的比较可以确信的内容 跟大家稍微过一下 事情是说秦刚跟傅小田 在美国有个私生子 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 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共的领导人里 被传有私生子的实在是太多了 主要的问题是出在秦刚 作为外交部长 这样一个曝光度必须非常高的高级官员 最近一个多月在媒体上消失了 本来应该出席的各种重要会议都没去 而在今年2月的时候 Instagram上的一个疑似傅小田的小号 放了几张照片 除了她的孩子家人就是请当 可以说指向性是比较明确的 然后如果我们去搜那个小号上放的照片 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出现过的 这样一来 这个小号是本人操作的 或者起码是傅小田亲近之人操作的可能性就达增 而且在傅小田的微博上 她先说了她的宝宝不是外国宝宝 然后又说自己的孩子叫Erkin 如果把它音译成中文 就是秦儿或者秦儿 这个确实是很难让人不联想 其实这个事情 如果秦刚是被冤枉的很容易解决 女方毕竟是中国人 有各种关系网在中国 找些人联系到她 让她发个声明说孩子她爸不是秦刚就行了 但让人疑惑的是 原来傅小田在微博上发状态发的挺新的 但是在4月她说她要飞向前方后 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了 大家看 像其他涉及到这些高官的妹子 佟丽雅是自己去提告了 彭帅她是跟国际奥委会的主席会面 说自己没有被性侵 但是妹子去澄清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高官还行不行 像张高丽 我是一度以为她会因为身体问题 无法出席二十大的 但是老人家身体是棒棒硬 大会上还混了个镜头 秦刚这边是比较奇怪 五十多岁正当壮年 刚上复国际没多久 而且还是少数的几个被乐器提拔的少帐派 突然身体就不好了 但是这个都不是我觉得最难理解的 对于我来说 一个事情大或者不大的指标来自于我妈 我常常在我妈购买传销的时候批评她 以她的信息获取能力 当她能够遇到一个延年益寿 还能赚钱的产品的时候 这个传销大概率已经到了生命的周期 反过来说就是当她能够得到一个讯息的时候 大部分人也能够得到 就在昨天我妈不知道从哪里转发了一个 充满大国博弈味道的小文章给我 那里面详细的描述了火箭军司令的儿子 在美国出卖火箭军的情报 因为秦刚的情人是个美国间谍 所以说动了秦刚进行包庇 对中国的军事安全产生了极大的损害 甚至一路追溯到了我们以前在赖商星那期提到的基盛德 最后还来了句习主席现在真的是难办 你说这事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可是为什么我妈会知道 这么说我妈政治光谱属于习粉 另外她不知道彭帅还有佟丽亚的事 她也不知道上海有个乌鲁木齐路 她转发的那些有关情杠的事 是真是假我不知道 但是副国级的负面新闻能够让她在微信上获取到 这就很奇怪了 因为我以前在聊封禁这个事的时候也说过 很多事情在中国能不能被讨论 不取决于你的价值观 不是说你支持共产党就可以在微博上喊 我支持习近平连任的 像秦刚这种副国级官员 一样也不是百姓可以随意讨论的 尤其是涉及到什么私生子 间谍之类的事情 中国的这些通讯软件有很多办法来进行管控 重一点的永久封号 轻一点的禁言 最正常的做法就是对特定的发言进行隐藏 就是说你说了 但是对面看不到 总之就是很容易切断这些信息的流动 但是这次秦刚的事 连我妈都知道了 那就有一点奇怪了 为什么微信没有做封锁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这次秦刚的桃色新闻知道了的中国人 我特使不翻墙那些人 比知道张高丽事件的人要多得多 理论上来说 共产党是不允许养小老婆的 当大众都对秦刚是否找了个小三存一的时候 共产党内部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而且秦刚确实风头太盛 二十大上有不少年龄还不算大的高级官员退休 但是秦刚这个年轻人却被月季提拔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是有数的 多少人都眼巴巴的盯着他的位置 所以我想秦刚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这样的理由 不会再用太久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但是结果到底如何我也没把握 这次也不敢做什么预测 因为上次张高丽的事情发生后 我很明确的说共产党一定会处理张高丽的 因为现在的共产党不一样了 但是结果是张高丽的身体还不错 张高丽的处理结果是让我对共产党比较失望的 习近平上台后是严禁党员干部搞哄爱情的 张高丽那事就要了就是张高丽搞哄爱情了 党内就应该对他进行惩处 这个是党纪问题 如果张高丽没搞 彭帅就应该受到处罚 因为他公开污蔑郑国级领导人 这个是国法问题 结果两个人都没事 党纪和国法必然有一个出了问题 当然这种事情还不至于动摇国本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领导人搞一两个女人 没什么大不了的 唐宗宋祖秦皇汉武 哪个不是三公六院 不影响人家成为伟人 所以说到这里才真正到了我今天想聊的话题 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 私得有亏 是否应该对他的仕途产生影响 这个问题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从实力上来看 每个国家的标准都不太一样 最近新加坡人根本就对秦刚的事情不感兴趣 因为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连续有一个议长 三个议员因为恨爱情辞职 新加坡对于政治人物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只要是被抓到恨爱情或者贪污腐败 那肯定是要下台的 可能有人说新加坡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对这些事情要求特别高 是不是这样 美国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反驳 大帅哥总统克林顿 背着希拉里在白宫的办公桌上赶施一身 后来啥事也没有 可能有人要说了 那是因为欧美人在性方面非常的开放 那我又拿咱们亲爱的马来西亚举例子了 马来西亚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 伊斯兰教对同性恋是深恶同觉的 以前是要上实行的 那现在的马来西亚的总理我们敬爱的安华 就开过他男助理的后门花 而你看这么一说 你就会发现各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的复杂性 新加坡为什么对官员的道德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呢 原因有不少 其中一个原因和华人带来的儒家文化分不开关系 儒家文化非常的庞大 做个实际节目也做不完 所以专家型的观众不要吹毛求疵 我只取一些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的内容讲 儒家文化为什么能够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呢 甚至在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空二二后 如今这个儒家文化又卷土重来了 因为儒家文化发展到中后期 它有一套严密的刚常论 均为成杠 富为子杠 富为七杠 比如说有些网友可能会说 习大大考虑的问题 我们普通人怎么可能懂呢 政府要做的事情肯定有他们的考虑 我们的义务就是支持 这个就是类似于成杠或者子杠 再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 会有一些女性被POA 你一个富到人家动什么呀 不拉不拉不拉的 这个也算是一种杠 当社会上有一个严密的刚常论时 整个社会的运转时 所需要的成本就减少了 大家看现在在职场上吵架 吵的一个问题经常就是 老子凭什么听你的呀 在古时候这种问题就比较少 其实我们不用去看古时候 大家看日韩 他们对儒家文化保留的还是比较多的 在他们的职场上 论资排辈就比较的明显 这其实就是一种刚常 当然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是陋习 可是我们说存在即合理 这种刚常的存在 可以使得上级推命令的时候顺畅很多 比如我们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前两年中国非常坚决的清零 然后又突然之间非常彻底的放开 有不少人是既支持清零 也支持后来放开的 浓缩起来一句话 就是政府这么做一定是对的 这个其实就是刚常的外在显现 同样的事情你要是放到美国 白宫都给你掀了 是吧 那么为什么三纲五常这套东西 在中国就玩的转 去欧美就非常困难 这个就涉及到儒家在中国上千年的进化了 最初孔子提出的是客戟复礼那套 就是说作为贵族 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规范自己的行为 以推动理智的复兴 但是什么样的行为是规范的呢 是你孔子说了算 还是君王说了算呢 而且就算我作为贵族 规范了我自己的行为 要是其他贵族不规范怎么办呢 事实上孔子的那套在鲁国尝试过 效果很一般 后来孙子还有孟子 又进行了一定的改良 提出了敬天法祖 为什么要敬天呢 因为孙子提出了天帝君卿师 这么个次序 天帝老大 皇帝老二 这是一个串在一起的逻辑 当你愿意承认天是老大的时候 顺带的呢 你就得承认皇帝 还有代皇帝牧守天下的官员是老二 当你作为长辈 觉得小辈应该尊重你的时候 那你就得加入这么个系统 当你加入了这个系统 成为了真正的老子 那你就也得承认 皇帝还有官员排老二 这个就有点像 你要加入传销系统 拿下线的提成 那你就得允许上线 拿你的提成一样 后来我们知道 孺家还来了个三从四德 应该说大部分的男人 不会拒绝这么个逻辑 让这个系统的受益群体 进一步的扩大 这个方法呢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中国以外的国家 都有类似的系统 那印度呢 有种姓 欧洲有宗教 还有贵族 中国的儒家学说 真正厉害的地方呢 是他想了个办法 去保证这套系统的稳固 以及拥有一个 新鲜的血液循环 他不是通过 最原始的血统论来维持的 而是通过法祖 法祖是什么呢 就是效法祖宗 但是不是说 真的什么都跟祖宗学 祖宗就是个牌坊而已 他其实是由统治阶级 设定了一些 惯了祖宗民的行为 来要求各阶级效法 各个阶级又有各自的祖宗 这个是中国的儒家 比印度的种姓高级的地方 不同于印度以血统 来维持各阶级的不可转换 中国用行为来确定阶级 现在的人把君子 这个词平民化了 君子的本意是君之子 就是君王的小弟 怎么样才能成为君子呢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帝是坤 君子以后德载物 就是你力求进步 又拥有各种美德 你就是君主的臣子 你就是贵族 他不是说我爹是君子 那我就是君孙了的 这个是我今天想说的 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中国早就走出了血统论 它是以行为 作为合法性的存续关键 儒家对君子的要求是 仁义理智性 除了智涉及到一点能力以外 其他的几个都是美好的品德 理论上来说 我只是说理论上 封建社会走科举出来的高官 他们都是近乎道德上的玩人 而且从法律上来讲 涉及到道德的那些罪 中国对官员会更加的严格 比如说唐宋这样对性相对开放的朝代 普通人通奸大概判一年半 官员就要最加一等 到了明清 还要再在唐绿的基础上再加一等 为什么相对来说 从古至今 中国的老百姓会更加的服官员的管 就是因为人民觉得 这些君子都是国家选出来的 最有节操的人 他们绝对不会害人民 这个是中西方在官员选拔上 底层逻辑的不同之处 儒家文化圈的人觉得 官员是品德最高尚的人 有这些人长期的管理国家是值得放心的 西方的选举文化 则是觉得官员都是我自己选出来的 要服务我 不满意就要退 这就是找老婆和选小姐的区别 小姐几年一换 品格怎么样 她无所谓 只要活好就行 老婆就不一样了 这要过一辈子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 为什么儒家文化圈 对道德有这么高的要求了 我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粗糙了 到了宋朝的时候 儒家文化又开始产生了新的理学 大体上是说天理是道德神学 然后又把道德神学推倒成了 神权和王权合法性的依据 不是我不想跟大家戏吹 而我看了一个都要时 感觉还没入门就放弃了 我对儒家学说真的没啥兴趣 总之人家有一套自己完美的逻辑闭环 大家弄明白一点就行了 儒家文化精英阶层 对人民的低成本统治 来自于人民对掌握权力的精英的信任 前面说到新加坡四个高官 因为婚外勤这种小事辞职 就是因为执政党长久以来一党专政 为了维持人民对党的信任 新加坡的执政党就必须用白莲花般的行为 来维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而不仅仅是选票 所以你看PAP的人出门都是穿白衣服 而因为执政党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太高 有点小事就下台 就导致新加坡政坛的内卷 其实有两个下台的议员是反对党的 真的是算他们倒霉 他们要是去台湾混 那真的不是事是吧 说到这儿那么可能有人要说了 安华在伊斯兰教的地盘连句话都开了 那为什么他又能够做总理呢 我经常强调的一件事情是 咱们看问题不能绝对 中国人太老又跳了 任何思想在中国都能概括成四字成语 而你大概率能够找到跟这个成语 意思完全相反的成语 比如习总书记强调过 以德为先 但是曹操同志也说过 为才是举 为什么安华能做总理呢 太简单了 整个马来西亚的政坛都是臭鱼烂虾 考虑道德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过于超前 安华属于现在台面上比较有能力的 所以当然要给他上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中国人讲道德 所以官员养了小老婆就应该下台 我们还是要分情况看 虽然道德只是两个字 但是包含的东西广了去了 对国家不忠诚是不道德 对老婆不忠诚也是不道德 但是严重程度肯定不同 如果一个官员对国家不忠诚 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我妈发给我的那个未经证实的小文章里面 谈到的什么间谍之类的东西 如果坐实了 直接就居中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主要的讨论 放在官员发生了点桃色小新闻上 当然我们还要有个前提 就是官员能力非常的强 不然也没啥好聊的 我觉得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就是我曾经聊过的 上海民意知识度最高的书记陈良宇 陈良宇当时所处的时代 是中国高速发展 但是又极缺人才的时代 陈良宇曾经在组织生活会上说 中央如果要查上海经济 我可以去打高尔夫 中央要查个人生活作风 我看常委没有一半 也有三分之一要先查诈 在陈良宇被拉下马之前 中央专门派工作组去上海进行调查 并且出了一份 关于上海调查工作的报告 其中就指出 陈良宇的存款一共有2亿7千万 9所住宅 情妇11名 中纪委的关于陈良宇 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中 曾经总结了城市六宗罪 其中就包括全色交易 利用职权玩弄女性 但是到最后 公诉方只告了陈良宇 社保案挪用资金 其他的事都算了 其实这个问题就类似于暗华做总理 大家不要瞧不起马来西亚 那么现在马来西亚政坛的贪污腐败 全色交易 并不一定比20年前的中国多 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做到励志亲民 那就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当国家还比较穷 需要人才来拉动增长的时候 那就是为财势局 道德先放一边 什么儒家法家 甚至就算是法轮功都行 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但是当国家经济上去之后 从结果论出发 再出现快速的进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那么简单的为财势局 就很难说服民众了 这个时候政府就面临一个选择了 你是想要慢一些的效率 高一些的成本 少一些的权力 还是要降本增效 加继续集权呢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 最终绝大多数的政府都选择了后者 也就是从乱世的拳头大就是老大 又返回了儒家的系统 历史上的中国确实乱过很多次 但是一旦起稳 总是会重新向儒家靠拢 为的就是掌幼尊卑有序 政令一出 全国无不谨从 但是作为政府 拿到了儒家这个系统的好处 当然也要承担它的后果 人民对官员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这会和西方的那种单纯的 你给我选票 我给你争取某些利益 所相应产生的对官员的评价标准 截然不同 儒家到最后给高级官员和皇帝的要求 是内圣外王 就是品德无限接近圣人 能力又是王者级别的 国家越是强盛 这个要求就越高 但是我对内圣有一点不同的理解 内圣在如今媒体这么发达的年代 已经压根不内了 他就是百姓通过接受到的 有关关联的信息 所具象化出来的官员品德 可以是真的 也可以是演的 只要人民能相信就行 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的经济发展 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峰 当人民再说厉害了我的国的时候 其实也正是人民开始对官员高标准的时候 所以这个阶段中国做了什么 为了获得儒家这个降本增效的buff 一方面 共产党开始重塑党风 打击贪腐 打击哄哄爱情 对共产党进行正向宣传等等 使得共产党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另外一方面开始控制舆论 减少共产党的负面新闻 触及民众的可能性 应该说我认为在最近十年里 共产党是做的不错的 现在共产党的形象 比十年前的形象要好得多 但是人民不会因为执政党做的好 就降低要求 这个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直到共产党成胜或者下台 其实很多深度粉红 对共产党的描述基本就是胜了 这个里面一部分原因 是共产党确实做的越来越好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宣传和议论的控制 使得大家对共产党产生了滤镜 可是一张白纸会让污点 看起来特别的明显 所以为了消灭这些显眼的小污点 就使得目前的共产党会对官员 甚至对一些偏上层阶级的百姓的要求越来越高 比如说企业老板明星等等 而在要求高的同时 共产党也越来越无法承受官员丑闻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你想 现在的舆论对一个明星操粉就很难容忍了 明星出个鬼就要被行业封杀了 那么国家级的领导人 难道民众会对他们更加宽容吗 这也是我认为儒家的缺陷 人哪会是完美的呢 人肯定是会犯错的 但是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统治者就必须通过行为来规范自己 所以川普在羡慕习近平权力大的同时 习近平可能也羡慕川普 可以喝着可乐发推特 逮着谁骂谁 这是为什么我之前信誓旦旦的说 张高丽肯定会被处理的原因 因为不处理这么个退休的常委 损害的是共产党自身的权威 次数多了 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就会降低 以后推政策的时候 无形的成本就会增加 虽然我预测错了 但是我预测的逻辑也算是给大家讲明白了 一句话就是 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 来自于它的行为 不存在获得了权利 获得了声誉 获得了信任 但是又可以养小老婆这种事情 总要有所取舍 当然我的逻辑 我自己也知道 向来是相当功利的 有些人可能可以接受共产党存在一些瑕疵 其实我也能接受 但是这个不代表所有人都能接受 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相信 女生他也拉屎放屁 去年央视的天天学习 引用了习近平的一个引用 来自于论语 说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 闭言 到底什么是君子之德 什么是小人之德 到底哪个德会胜 我也想看看共产党会用怎样的行动来阐述 好的 是